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出来当然时间稍微久一点 新的民调我们也陆续再做了 三月份做的时候 金融市场林佑昌的市政满意度 18.5%认为非常满意 还算满意55.6% 这加起来已经很高了 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满意度 不太满意的10.4% 非常不满意的6.1% 不知道没一见的9.5% 说出来这是一个蛮高的一个 市政满意度的指标 OK金融市市场选举的支持度 民进党林佑昌44.1% 国民党谢立功24.0% 都不支持10.1% 不知道没有意见的21.8% 我想以充分七八成的投票率来讲 这个支持度也是非常高的 非常可观 在这次的调查里面 我们的金融市的市民 你们认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哪一些 交通建设60.4% 等会特别来请教这个市长 经济发展44.2% 观光休闲33.2% 卫生环保22.0% 相对文化教育 空气污染 青年政策 或是政府效能等等 就比较属于比较偏低的指标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看刚发表不久 大概五月份六月份的时候 远见所做的20位 县市长的市政满意度 在本岛的10位县市长里面 金融市长林佑昌的第一任 他是第一任 他争取连任 他在2018年满意度是63.9% 跟我们所做的民调当然有些差距 但是的确都是一个非常高标的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寻求这个连任的支持度的话 金融市的林佑昌是57个percent 也是非常高了 那比较起来除了外岛郑文燦以外 潘孟安 这个南投的林明珍 新竹的林志坚以外 林佑昌 胡青年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标准了 市长怎么看 这位年轻的市长 第一任的市长 就交出这样的成绩单 民进党有四位县市长表现的特别突出 包括金融的林佑昌市长 包括桃园的郑文燦市长 包括新竹的许志坚市长 还有包括已经过世的 本来花莲市的市长田志轩 你知道之前田志轩在吉安乡 乡长连任两届 他都是在蓝大与绿的地方 他都高票当选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 台湾我觉得蓝绿的思维 我认为从这些市长 我认为是可以真的可以打破 大家要看市长有做事没做事 而且我认为桃园是因为我以前 对不起 我认为基隆市 我以前住过基隆 我是半世纪以前住的 我住在这个铁路的 半世纪 因为我爸爸是铁路警察到处钓 所以我们住在这个基隆这个警察宿舍 然后我印象中的基隆市都是落后 然后我们晚上会吃小笼包 那是我们的小确幸 冬天吃小笼包 夏天吃那个叉叉必思加冰块这样子 我觉得很幸福 我认为基隆是一个 怎么讲 它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城市 你说要我讲难听一点 要做得好真的不容易 因为它的资源有限 它的天然资源也受限 我一个同学常常这样讲 说温基隆公车很少排到三档的 因为排到两档都下一个战牌就到了 他这个就是 我并没有提到 因为再远一点 那八斗子那边就比较远 可是我想基隆的状况 因为基隆的发展受限 所以有的网友在 他是基隆人 他说一检我们基隆港很棒 现在我们只剩下这个庙口的小吃了 因为我们以前台北关是我们的赛海 现在我们基隆关是台北关的赛海 所以我觉得 不是我不晓得 请问一下市长 你上任之后 有些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去让这个 你知道我对不起 我再回到讲 我也是去基隆主持婚礼 我看到那个什么桥上面 他们有很多这种 类似那种过年的那种灯饰 有没有 你记不记得那个桥 那个什么桥我忘记了 我那时候就问我那个同事 我说怎么这么破旧 那不是您的任内上一个市长 我说都没有在整理 我说基隆怎么会这样子 会搞得这样子破旧 那市长我就 我比较好奇的是 基隆要做好 真的不容易 因为它的市容已经饱和了 然后状况你说 要有什么大的建设也没有 所以满意度这么高 我真的有点压抑 你说桃园资源非常多 许志坚很年轻的 在那边拚那些竹科 竹科那边都是少年 可是基隆它是一个 这问题这重点就在这里 一个没有天然资源 然后长崎说真的也被漠视 虽然它在台北的 就整个台湾的核心的 北北基这个地方 到底是什么 我也没有看到很重大的 已经完成了说所谓公共建设 所以很多地方应该是软体的用心 或是你让市民感受到一个说 在硬体的里程碑式的建设之外 你做了哪些青草地势的铺层 让大家在这个觉得说 还有在进步的一个城市 但是我看到希望 愿意给你一个支持度跟满意度 市长你的观察是什么 其实这几年来 基隆真的变得蛮多的 我再讲一下 我刚上任的时候 基隆市是什么状况 基隆市那个时候 叫做三高的城市 叫做失业率最高 离婚率最高 自杀率最高 都不是 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 都不是好 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 然后是被号称是 最不快乐最不幸福的城市 而且还不止这样子 我上任那一年是 基隆市有史以来 负债最多的那一年 负债金额高达124亿多 然后负债的比例是47点多 全国排名倒数第三 第一名是苗栗县 第二名是宜兰 第三名财政最高的就是基隆 那可是基隆这几年 有很大的一个转变 那是怎么来的 有好几个部分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因为没有钱嘛 没有钱所以我们就做苦工 也就是说我们基隆市 大家看到很多的建设 基本上是市政府 没有花任何一毛钱我们完成 用经常性预算在做的 不是 也不是 花别人的钱 花别人OK这更厉害 花别人的钱 比如说像大家现在到基隆 以前基隆是张张暗暗 臭臭的乱乱的 特别是我们东岸的停车场 那个是外地人到基隆的第一印象 市长有人说那个就是基隆之词 现在变成这样是不是 以前叫做基隆之词 你也介绍一下 真的那个停车场 我大男人进去都受不了 很恐怖我就不要再赘 因为它已经变成是一个 很怎么讲 已经被遗忘的计业 因为新的已经建设 来市长你继续讲 真的很恐怖 那那个时候呢 这个一年 基隆市政府收6500万 可是我还要编 三四百万的预算去做维修 那维护管理的结果就是 文家兄你刚刚在讲 又这样又乱又臭 那个厕所是没有人赶进去 所以大家对基隆的第一印象 就变成是那样 因为我们去那里 厕所要停那里 对那可是我上任之后 我上任之后 重新委外 6500万遭收 三四百万的维护费就不用了 就换成它要去维管 那另外把它花了6000多万 把所有的停车场的设施设备 你想得到的 全部通通更新 而且变成是最新的 智慧停车的一个停车场 OK 那上面的商场 人家投资了将近3亿 是 所以现在在今年农历过年前 开幕之后呢 从农历过年到现在 几乎每天生意都很好 礼拜六礼拜天是爆满 我平常那个朋友来 要带他们去那边吃饭 要定位 常常定不到 所以现在 市长都定不到位 现在 然后它不只是一个商场 你看那个影片上面 我们把它设计 就是要求厂商 不能把那个商业空间用完 我们在中间设计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通廊 可以24小时让市民 让观光客可以通行 那在屋顶上面我们还要求 就这个我这个手板这个是不是 我们还要求做了一个那个 空中的一个跑道 所以你上去那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基隆超级无敌漂亮的这个 邮轮还有海景 现在已经变成是基隆的一个新的地标 像这个事情我们没有花任何一毛钱 而且我们还赚钱 OK 那像刚刚大家关心的通勤组的问题 我们现在基隆那个快捷公车 非常方便 2088快捷公车 1088快捷公车 然后最近还核定了一条中正线 预计在今年农历年前左右会通车 那现在从基隆到台北 或者台北到基隆 搭这个快捷公车非常方便 我有做过 一样 很方便 市政府没有花任何一毛钱 OK 非常好 非常好 把民间的创造力 民间的资本引进工部门 民间也赢 工部门也赢 最赢的是什么 老百姓赢最多 像我们现在去基隆 我都常讲说 不要开车 坐巴士 做快捷公车更快 我们从林口坐高速公路巴士 或者坐机场捷运 到火车那边换 非常的方便 另外一张 最近网路上常传一张基隆改变的照片 这叫做正宾渔港 我路过看 蛮漂亮的 很漂亮 意大利的那个 对 就是地中海的那种感觉 市长这个也是交由民间吗 还是政府部门也有在做相关的规划 还是授权给民间 你们好好去发挥 没有 其实那个色彩计划 是我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有一支CF 是 就是我们要把城市从黑白变成是彩色的 最后最后那一幕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是 那我们其实经过两年多的一个时间 那我找了很多的警官 还有包括色彩的一个专家 来做一些讨论 然后办了两年多的一个工作方 跟在地的一个居民讨论沟通 然后市民的参与 那一开始没有什么人有信心 大家觉得市长讲的那个怎么可能 那不过后来总算这有15户 然后总算其中有6户 他们加入了这个计划 那从那个色彩第一漆这样子漆上去之后 大家突然发现说 真的是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路过真的非常强烈 那个开始要小心 我们一直看那些 现在都客满爆满 那个傍晚每天傍晚黄昏西夏的时候 那个太阳这个要 照下去 对那个时候是最漂亮的时刻 对 所以旁边现在都是那个大炮 就是那个照相机 OK 现在傍晚的时候一定都是人 礼拜六礼拜天 这个地方居然 以前是没有人去的 现在是爆满满满都是人 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去改变 很多人对基隆过去刻板的那一种黑黑脏脏乱乱的那种印象 我们因为这样子重新找回基隆人的一个自信跟光荣 是刚才市长客气讲到说过去基隆的旧印象 我拿几张这个过去的很有趣的 这是2013年12月21号的这个黄色小鸭鸭在基隆的活动 但那时候有一次意外 哇 消风气 你就看到说基隆是一个 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是一个 每次看到他失误有机会 后面会再出事了 又消风气了 那后面弄起来过几天说 怎么会变成一只这样 变蚂子 对 那后面看到说市长你看 他试图用哪里有问题 他就用本质性的方法去解决它 他缺乏色彩 缺乏阳光 我就让阳光透过色彩 把它反映出一个城市新的光芒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城市的想象的一个手法 我觉得特别是包括郑文燦 你在这里有钱的这个市长 要稍微卖一下 我有钱的贪好开不是败的事 但是真的我特别鼓励那些穷乡的 不是说真的穷多穷多屁壤 就是说你相对看那些没有钱的人家来做什么 所以我对什么首都市长 新北市长 桃园市长 我催你们都催得特别重 因为你们真的资源比别人多太多了 OK 等一下我们有个小话题给大家意外的惊喜 我们的群组里面常讲说有些城市有些很意外的地方 像彰化 时期都记得我每次都说彰化的独立书店 有feel 真的有feel 我的朋友跟我讲那些女生的老师说 彰化的独立书店才是有feel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有feel在什么地方 时期怎么看这个高民调 OK没有大钱可以花 没有伟大的那个什么指标型的大建设 凭什么这样子的高民意支持度 我认识林佑昌很多年了 他一直在基隆在地 他以前在台北上班 然后是每天通勤 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都是帮助他的累积 他会知道说通勤的人 或者是他的在台北的朋友们如何看待基隆 所以他心里面会有一个图像 那我也觉得说政治真的是需要磨练和累积 譬如说他的经验就是在行政院长市 做了非常多的这些基础的这些知识的累积 然后对于治理这件事情的窍门 那所以这些都会变成他丰厚的资产 那回去到了基隆之后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步骤的人 就是他知道说我第一步要做什么 这些其实都是因为他过去的训练 所以政治其实是一个专业 所以政治真的不是突然间来的往后 我没有在骂谁 但是我是认真的觉得说治理城市这件事情 治理国家这件事情不是随便谁都可以的 他的确是需要一些经验需要一些训练 养成教育 对你还是要走过一些过程 你才可以到今天这样的确 那因为他一直在基隆 所以他会知道说好那基隆现在第一步要做什么 他的第一任我觉得让大家看到说 基隆好像变亮了 因为以前坦白说我们到基隆都觉得好暗 这边是没有白天吗 为什么白天也觉得天空是暗的 因为他把揽线都清掉了 然后他也的确变明亮了 所以他打亮了 然后也变得环境干净了 这件事情对基隆来说是一个第一印象的改变 这件事情他第一任做到 那接下来他现在要寻求连任 我就想请教佑昌说 那所以第二任 现在的基隆变干净变亮变得有色彩 我觉得那个房子真的很像 我去意大利那个专门做玻璃的那个岛 就是你要坐船去 然后他有 他那个岛上就专门做玻璃 然后整个岛的房子就是彩色的超可爱 好那他现在变得有色彩之后 那接下来的基隆 你觉得他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变化 他对你的下一个四年要做什么事情 OK光线进来 但是也要有能够反射光线的东西 整个城市才会发光发热 不然有刚才在头里面都不欢迎也不好 OK做什么东西 让这光线闪耀出来反射出来 让基隆人有荣耀 其实刚刚实际讲的 就是我们基隆 说实在我刚上任的时候 实在是百废待续啦 那可是我们要怎么样让市民累积信心 我们就是把握住每一个小小小小改变的机会 我举一个简单很小的例子 我们在这一个南龙路口 还有这个任务路口有两座天桥 那两座天桥讲说要拆一二十年 都永远都拆不掉 那我们其实做了完整的一个规划 然后再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动手 那很多基隆的市民呢 前一天傍晚呢下班 然后回家的时候 那个桥还在 隔天早上六点呢 上班的时候那个桥不见了 已经被我们拆掉了 平平平的 而且把那个都整理好 回错家 突然之间大家看了了解说 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原来基隆也可以这么宽敞 然后这个过去那种压迫感 一下子不见了 所以大家觉得像在变魔术 那另外我们还解决了很多 都是过去一二十年 说要做没办法做的事情 这有太多太多 包括好多个这个摊贩的裁迁 还有包括中山一二路这一个 裁迁户的一个迁移等等 那都是把基隆的市政的一个发展 把它卡住 所以我们把那些死结把它打开 基隆的人觉得 这个市场不简单 这个市场可以去解决掉过去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慢慢慢慢的对这个市政府 对市长累积的信心 那当然因为都市计划 本来就是我的专业了 所以我们其实从一开始 就已经做了很完整的一个规划 不过因为那种完整的规划 一般老百姓他不会懂 所以我们逐步做出成绩 比如说包括火车站周边地区 现在新的火车站已经盖好了 然后火车站的那个南广场 现在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我们也是用一种 像在变魔术的那种手法 就是整个整好之前 那个是围起来的 民众看不太到 可是那个围离一拆开的时候 出现一个像欧洲日本 那么棒的一个火车站的一个广场 突然之间大家就觉得哇 这个真的是不一样 有变 然后把旁边的那个封闭的那个桥 消失路的引道把它拆掉 突然之间大家就觉得 整个城市有变广场 如果最近你们有到基隆的话 会发现我们旧的国光客运站 用了50年了 那个已经拆掉了 那很多基隆市民看到说 这是要做什么 其实我们是要把基隆市的 市中心区的中一路 打通直接接到中三一二路 然后配合了今年年底 城际转运站要动工 那什么叫城际转运站 就是要把我们的施工车 国道客运 省道客运 还有火车 还有这个蔡总统已经来宣布 纳禁前瞻计划的这个轻轨捷运站 全部通通整在一起 那以前基隆市人很可怜 你如果到基隆市人你就知道 这个搭公车要跑到东边 这个搭客运要跑到西边 然后搭火车要跑到北边 要买一个Burger King 还是买一个什么咖啡的话 要到南边 东南西北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 就是把它想象成是台北火车站 加交球转运站 然后再加一个百货公司 这样子就是未来基隆的进展 这个是今年要动工 我刚才市长讲一句话说 把握每一个小改变的机会 你知道这个小改变 整合起来变个什么 大大的改变 这是一种施政 或者政治的理念 有人很想说 在我的施政里面 就给他一个大大的珍珠 大的宝石箱在这个王冠上面 可是你看到林友昌 他是珍惜每一颗小珍珠 把它串起来变成一个什么 让你永远记得住的 漂亮的珍珠项链 我一直常讲 台湾太多政治人员在拼那颗大钻石 我要那一粒 你一粒不够 我又要比较大粒 说真的我不是反对 实习最清楚 每次那些来的国民党民进党 我都在挑战他这个东西 不是说那不可以 但是我们老百姓每天生活的 就是那片青草地 把它弄干净一点 把它弄亮一点 把它弄得更安全一点 这就是地方父母观 最最重要的事情 好 好